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广西小友 今天南山里面挖那个竹笋 刚才路过我看到的有挺多的 有些还没有长出来 有些刚刚没了头 所以的话我用这把小猪头把它挖起来 现在的春笋也比较好吃 但原来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这里竹笋的话有很多种子 我们现在挖的是最早的那一批 这些泥土被挖松过了 随后这些竹笋就长得好宽 这种刚刚冒出来的 用锄头挖一下 多一点 好嫩的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啊 非常的新鲜 拿回家这样剥这个皮了 这边都长了很多出来的 不过这种有点老了 这里有一根刚刚好 而且又那么大把它挖起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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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可以啊 你看 这么大 这里有一根竹笋 刚刚冒出头 这个更好 挖一下 会更多 这个竹笋 挖的也差不多了 把它拔起来 这种的话是最好不过了 哇 哇塞 这个才新鲜 这一根也不错 哇 这个可以啊 比较新鲜 在山里面不用买这个竹笋 再挖几根就可以了 哇 这是另外一种竹笋啊 这种竹笋要比刚才那种品种要好吃一点 这种竹笋的话一般都是清明节的时候才会长出来 因为这里的泥土比较松 所以的话它很快就长出来了 有两根 这里还有一根 现在我们把这个竹笋剥一下 等一下把它切好 用那个汤水来烫 烫了之后泡个两别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竹笋比较苦 对 它比较苦的话要泡久一点 要不也吃不下呢 这个笋叫什么笋呀 在我们这边 在我们这里的话 我一般都喜欢叫它竹笋 要么就叫春水 现在是春天了 你看 好嫩的 市场上这个的话价格还是挺贵的 哦 这个好弄那个 面啊 把它切了就好放肉下去了 可以做那个竹笋酱也可以 哇 你这么说我都熟痒痒了 啊 没事 那个面不就是把它捣碎了调好味道 然后蒸熟了就删进去吗 对对对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将会越来越多竹笋 对我们这里品种的话有很多种的 到时候弄一次竹笋酱来吃吧 非常的新鲜